今天养生哥哥有中医师蔡子明医师在这里 蔡医师早上好 走散呢 走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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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医师那今天我们讲讲这个变变的秘密 变变有什么秘密呢 变秘 对不对 变变的秘密就是变秘 变秘 这是一个都市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状况 对 就很多人就有这个情况 但是可能自己也不觉得是一个问题 也许说就不敢说 对不对 那么其实这个变秘它可以引起很多问题 有些人可能觉得变秘可能泄一泄就好了 有些人可能长期在使用一些泄药 有些人就觉得变秘是一个小问题 那么其实它也会引起一些问题 我们今天来解构一下这个变秘 它怎么样能够预防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因 那么首先这个变秘 其实定义上它就是一个气质不通 因为这个大变它一般来说在我们的肠道 如果它要堵塞的话 也一般在我们的肠道当中 我们的肠道它必须得保持畅通 因为为什么这个肠道它是属于我们中医 我们叫五脏六腑对不对 五脏六腑 那么六腑那么肠道大肠它属于我们中医当中的六腑 腑呢我们有说以通为用 就是说这些脏腑的腑啊 如果它不通畅的话 那么它就不能够用了 就不能够正常的运作 所以说这个变秘啊 它其实不管你是硬而不出 就是太硬出不来 或者说是出 但是出的时候不太畅通 它也是一种便秘 也是一种便秘 那么它的原因呢 大概有三种 大概有三种 第一呢是饮食不节 因为有些人他不管是烟酒 或者说是吃一些浓味辛辣 或者是平常容易吃过饱了 那么都容易引致这个饮食机制啊 那么我们吃太多了 而且东西湿热太重了 它就堵在我们的肠道当中 成一个湿热 堵在那边就成了一个便秘 这是饮食不节 那么第二呢 就有些人他可能不觉得 其实情绪的欲怒 就情绪长期这个情绪不佳 那么这个怒火啊 我们说怒吧 以前我们说过情绪当中 情绪当中这个怒啊 则气善 那么这个怒如果长期的怒火太重的时候 肝火太重 它容易耗伤我们身体当中 正常的一些体液 然后就整体 整个人呢 他的一些水分不充足 所以这个肠道也容易干涩 所以情绪也是一个问题 那么第三 很常见的就是在一些长期病的患者 或者说是身体啊 本来比较虚弱的 就是一种肾气比较虚弱 就身体没有力气去推动这些大便 然后便秘就来了 那么有些人 就是不够气是吧 有时候比如说长者们他比较容易便秘 是否就跟他就是不够黑啊 不够黑啊 不够黑啊 是不是也有关系 就是这个原因呢 对对对 一般来说就是 就是这样 因为老年人毕竟那个身体啊 可能因为年纪的关系 一般来说 肾气比较虚 气比较虚 那么这种病人呢 其实我们平常啊 可能觉得便秘 我们用一些泄药 吃一些通肠道的一些东西 就可以好了 那么在于老年人来说 其实有点危险 因为为什么 老年人他本来身体就虚 如果我们用一些泄药 可能有时候可能用过量了 或者说是那种泄药 通便的药 那种剂型不太好 那么一泄下来 老年人就容易垮掉了 那么其实我以前有一位啊 有一位病人 他是老年人 八十多岁了 那么一个男人 刚来诊的时候呢 那个精神呢 非常的畅 但是他的腹部啊 非常的胀满 按上去的时候 绷紧绷紧的 而且经常是五六天 有时候甚至是十多天 大便不了 那么这种好像也是 肚子绷得那么 泄一泄就好了 对不对 那么这种病人就很小心了 我们要 因为他是老年人 而且他精神是比较差的 就整个人起来的时候 可能坐也坐不直 那么我们要知道 这种大便很有可能呢 这种便秘啊 他很有可能就是身体比较虚弱 推动不了大便 那么这个老年人 当时我也没用一味的泄药 任何泄药都没用 反而是用一个温热的一个药方 要补气是吧 要补气 那么这个老年人 他不仅仅是说 那个精神比较差 而且摸他的手啊 冰凉冰凉的 其实就是他身体那种洋气 那种火啊 太少了 不能够推动大便 所以当时啊 我们用一些温热的药 用了以后 第二天晚上 那这个可能有点恶心啊 那么他说 他的家人说 哎 用了药以后 第二天晚上 解了一些很臭很臭的一些大便出来 因为积存的太久了 对太久了 是这样 然后这个老人家的精神就好起来了 对 那么说明这个 辩证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就不能够乱用戏药 这个是要小心的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说如果解这个 隐媒机构 就解一时之急 如果真的 哎 我也看 现在看不了中医 也看不了什么医生 但是我已经好几天 哎呀忙了 然后大便不了 什么样的通便的药 比较安全呢 我们会觉得 我们会觉得 可能那种教宿类 对对对 就是how so 那种 是 也有一种how so 通便的 はい 调素类的通便的药 或者说是那种纤维粉 嗯 就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多吃蔬菜呢 直接我就 对呀 我看见有些长者呢 比如说他说他就多吃蔬菜 对就一直吃很多蔬菜 但也没有用的 因为如果他不够气的话 是不是是否多吃蔬菜 也是不管用的呢 也是的 也是的 像我那个 刚刚我说的那个老年人的病人 虽然他的精神 比之前要好 但是他现在啊 偶尔还是会 有便秘的情况 因为什么 他本来身体就比较虚嘛 那么他这种就是 用那种 酵素类的药物 嗯 通便的药会比较好 不过呢 如果大家在 在 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还是要请教自己中医师啊 究竟使用是哪一种的 这个治疗的方法会比较好 对对对 尤其药物方面呢 要请教自己中医师 嗯 要对症下药 那才是就比较安全的方法的 嗯 蔡医师 其实我们很多的人呢 现在都是人 都有这个便秘的问题嘛 那如果长期都是这个情况 可能好几天才可以去一次的话 对我们来说 什么影响呢 身体方面 嗯 那么这个 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说 我们说这个便秘啊 其实它在基础上面 就是肯定是气 是阻塞不通 是一种气质的一个问题 嗯 那么如果它从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正视这个问题啊 其实我们因为整个人 他的气血的循环 是一体的 嗯 假如说我们腹部 腹部这里 嗯 这个气血的运行不太好 嗯 引起便秘的问题 嗯 那么如果我们不去理它 它久而久之 它肯定会引起身体 其他部位的一些不通 嗯 就像我有一个病人 他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十年前可能是一个便秘 嗯 那么最近他觉得 哎 胸口也有点温了 哦 那么其实就是说 下腹部的 嗯 这种气质不通的情况 嗯 它堵上来了 嗯 整体 有问题了 嗯 那么就是说便秘 如果我们不去理它 是 有机会会引起心痛啊 嗯 其他的一些地方啊 的问题 对 其实也是要小心 对 解决的方法呢 那么有一个 有两个很很简单的方法 嗯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搓肚子 搓肚子 揉肚子 揉肚子 好像小的时候 妈妈帮你揉的那种 对对对 好 嗯 就我们循着自己这个方向 好 就我们围绕我们的肚脐眼 顺时针 左下右上 左下右上 OK 好 左下右上 OK 这么一个均匀的力度 好 打圈 就可以有一个 舒缓便秘的一个状况 OK 另外一种方法呢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我们用一些药 就核桃仁 黑芝麻 那么加一些我们平常的 白米 就是大米 一起去熬粥 那么也是好的 可能用个几钱 三钱 就已经够了 好的 两个方法都很简单 谢谢蔡子明 中医师 谢谢 拜拜